美交通部长反驳马斯克电动补贴无用论 拜登支持很重要 凤凰网科技讯 北京时间12月8日消息 针对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 发表的电动汽车补贴无用论 美国交通部长皮特布蒂吉格 周二为拜登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辩护 他认为联邦政府对电动汽车的支持十分重要 布蒂吉格周二在同一活动上对此回应称 我们认为资助电动汽车充电站 并确保下一个重建美好法案中的内容 能够降低电动汽车的价格是十分重要的 尽管拜登的重建美好法案 将为特斯拉恢复7500美元的税收抵免 取消针对美家制造商 符合条件的电动汽车数量的限制 但如果汽车由工会工人组装 该法案还将向消费者额外提供4500美元补贴 这实际上会让其他汽车制造商占据优势 因为马斯克反对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 在特斯拉的加州弗里蒙特工厂成立工会 布蒂吉格表示 拜登政府致力于确保以公平 和有利于美国工人的方式 以足够快的速度向电动汽车转型 从而兑现总统的气候目标 我们当然相信工会工作的好处 他表示 这些事情不会自己发生 更多一手新闻 欢迎下载凤凰新闻客户端 订阅凤凰网科技 想看深度报道 请微信搜索凤凰网科技 想法有从小到小到小时 上就来自签对的